我們靠什麼去制衡它呢? 靠國際社會 靠聯合國 靠這一份國際法聲明 如果香港人這個時候不懂得走出來 利用這個國際法聲明 利用這個國際壓力 去向這個不公義的政權去施壓的話 香港人就束手就擒了 我們現在要清楚我們是沒有槍沒有炮 我們突然聽說 好勇武的抗爭 好勇武的霸佔馬路 但是我想說 對中共來說 殺傷力不是那麼大 我們看到兩個月了 我們留守了兩個月 佔領了兩個月 我們看到它毫不退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最大的籌碼 兩個籌碼而已 最大兩個籌碼 一個經濟籌碼 首先它現在整個中國 你沒有以為香港這麼小 我們要知道 首先香港它為什麼要偽化香港呢? 香港呢 它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眼裡 都從來沒有當香港人是自己人 它一直當香港人是外國人 如果你曾經 你以香港人的身份 想去中國大陸讀書呀 去生活呀 你會發覺很大程度上 它當你是外國人這樣 它不會當你是中國人 它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所以現在香港的經濟貿易呢 它有一個誠信在這裡 有一個完善的體系 我們是國際金融中心 很大程度上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是又愛又恨 如果沒有香港 哥巴特夫 最後一任的蘇聯總書記 沒有香港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 沒有香港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了 第一點 第二點 他們現在是想要上海改革開放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上海30年要超過香港 哎呀 超不過了 怎麼辦 上海的體制不完善了 我搞個前海 搞個前海 然後我規劃前海 要用前海來取代香港 啊 沒人過來投資的 那些共狗那些共官在那裡發了爛爽 你那些中國人 祖國對你這麼大恩惠 你那些港商 李嘉誠 爲什麽不過來投資啊 這樣 他說我很憤怒啊 我很不滿意啊 對這個數字 他們發覺 他們揭盡所有力氣 發覺 他們現在明白一個道理啊 香港這個城市是不可以覆製的 他們嘗試在中國的另外一個地方 炮製多一個香港 他們發覺不可以啊 爲什麽啊 香港有150年的歷史責任啊 我們有一個這麽優良的法治體制 我們有這麽好的核心價值 這個是得來不易的 而且有今時今日香港 他們就說了 既然 既然香港不可以覆製 那我就找一些新香港人來取代你舊香港人 普教宗 用普通話 用語言來取代你本身的母語 透過語言來改變你的意識形態 語言很重要的 母語很重要的 我經歷過的 我曾經想去讀書的時候呢 我六年沒有講廣東話了 用普通話來溝通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會跟著他們的思維模式去走的 這個語言呢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它是一個意識形態來的 它是一個思維來的 一個思想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 把一些字面 我現在講的說話用普通話來講的 不是這個意思 語言背後是深藏一個很深厚的歷史文化底魂在背後的 你學了另一個語言 同時你都學習了他們的文化 你的思想也都受到他們的狗言 那一來呢 語言去控制你 國民教育 要你們全部認你們是中國人 對不對 用他們那一套來洗我們的腦 包括一個新移民 包括我們現在見到就是說 新移民來到香港 一年之後就有投票權 一年有投票權 現在就是說它現在很急 它現在就發覺香港原來是不可以複製的 用新香港人來取代你們 這樣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現在見到就是說 有一個人不是說 啊 美容中央之後 扶三個不完蛋 這個說話是刺激了香港人實境的 香港人本土意識 香港人沒有本土意識的 那個時候香港人其實 你說其實現在我們都大多數不成為中國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以前很多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為什麼現在沒有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搞國民 搞到我們都不成為中國人 這麼奇怪啊 這麼奇怪啊 現在就是說這一句說話 刺激了香港人的神經 這一句說話 傷害了香港人的感情 什麼呢 他說這個沒有中央香港原蛋了 我們見到就是中國 為什麼會不會對這個政權 是這麼崇拜的呢 這麼奇怪的呢 這個才不說 他這一句說話其實是錯的 其實是錯的 我們見到就是 當時中央說 哇 你這幫香港人不聽話是不是 你這幫香港人不聽話 好 我CUT你護港通 我CUT你自由行 是不是香港人有沒有飽飯吃 這樣 喂 兩個月了 兩個月了 他依然 我們的佔領運動都還沒結束的時候 他已經忍不住了 他按道理不住 他現在17號已經開通了護港通了 喂 誰退讓誰政替的呢 他輸了啦 共產黨 你說共產黨沒有輸了嗎 他輸了啦 對不對 他說如果政令運動不完的話 他就不給護港通你 不給自由行李 發覺原來不行啊 為什麼啊 原來呢 原來呢 中國政府是獻債 只是一個市政府在說 一個市政府 獻債到 一千億 一萬億 說給一個市政府 負債雷雷啊 他現在要靠香港這個地方 引進外資啊 要靠護港東 去吸入那些外資呢 然後吸入你香港的錢 順便吸入你香港的外匯儲備 然後令到他們 令到他們 就是要靠香港幫大陸填數啊 我們現在發覺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喂 原來 原來 沒有香港 中國經濟原彈鳥 掉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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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沒有香港 中國經濟會死的 而且慢慢慢慢 大家也要國策 原來香港的地位 是這麼高 是不可動搖的 經常說 那些中國共產黨都說 我要邊緣化你 我要邊緣化你 他自己打飛機 他自己幻想 中國強大了 我要邊緣化你了 原來不行的 沒有了香港 不可以碰的 香港還是他的 掌上名書來的 對不對 說笑什麼 一百五十年了 香港發展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了六十年了 誰才是阿爺 對不對 你歲數兩倍又多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有我們的歷史 我們有我們的文化 我們有我們的尊嚴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 我們是香港人 今時今日 我們見到就是香港風雨飄搖 我們很團結地守護著我們的命運 我們去爭取民主之餘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爭取了民主 共產黨在香港打的根基是非常之重的 是非常之大的 他的地區工作 他的根基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單靠民主這件事 你抗衡不到他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自治 自治 香港人為什麼這麼憤怒 因為我們自治權被人侵蝕 我再說一次就是 梁振英說了一句說話是對的 我不知為什麼他不說外國勢力 他說外部勢力 梁振英說 因為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所以香港人今次才會造反 他說得沒錯 那個外部勢力不是共產黨 就是因為共產黨剝奪香港人的自治權 在干預香港自治法維以內的事情 令香港人很憤怒 所以就有今時今的建議運動 對嗎 對嗎 就是這樣 說得沒錯 我們的節目被人干預 當然有憤怒 所以才走出來要抗爭 這個時候 香港人是不是覺得很氣餒 覺得 沒有希望 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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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還沒退讓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完全毫無結果 現在好像說 哎呀我們升級 也好累 好像沒有任何結果 怎麼辦 不是的 不是的 香港人要將行動升級 怎樣升級 是否霸佔龍和道 不是 是否佔領立法會 不是 是要想去英國領事館 是要將香港的本土抗爭升級為國際抗爭 這個是香港人的國際投馬 我們說想去英國領事館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是要佔領龍和道 我們要佔領這個 我們要佔領香港人的主場在國際舞台上面 在國際舞台上面 我們有一直之地 香港人在國際舞台上面有獨當一面 有人說香港要遵守這個法治 要遵守這個法律 誰在撕毀法律呢 我們在講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講一些知識上面的東西很重要 第一 聯合聲明是經過人大審議通過的全國性法律 它是全國性法律來的 它不只是香港的小憲法 憲法有兩個功能 第一 戒定了人的權力和歸屬 第二 戒定了一個地方的主權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是做齊了這兩件事的 所以聯合聲明是香港的小憲法來的 而且基本法是基於聯合聲明而起草的一份法律來的 而且基本法呢 共產黨 這個基本法是共產黨的聖旨來的 用法律包裝的聖旨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聯合聲明可不可以由它去釋法呢 當然不行了 聯合聲明是國際法條約來的 聯合國上是登記了的 登記了的法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 這個法律 這條這樣的法律 我們呢 就要捉住它 我們要出師有名 我們今時今日出來 是不是破壞法治呢 不是 香港有沒有法治呢 我可以好話給大家聽 香港已經不存在任何法律的了 為什麼呢 我們今時今日佔領這條馬路 是不是犯法 沒有啊 有法律嗎 現在香港 聯合聲明失效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 中國明目張膽地說走這些國議員 這個呢 喂 香港是有權去決定批哪個MISA 是我們說笑 不是你說笑 但是現在你明目張膽地 干預我們自己事務的時候 是不是撕毀聯合聲明啊 是 國會議員說了 國會議員說了 就是說 中國今日的行為 是公然宣佈聯合聲明失效 聯合聲明失效 基本法跟著失效 那個阿表姐怎麼說呢 聯合聲明完了 基本法完了 一國兩制完了 香港沒有法律了 香港沒有法律的 所以何來破壞法呢 何來破壞法治呢 你共產黨已經違反了法律 我還搜來做什麼 法律已經被你撕毀了 基本法被你撕毀了 聯合聲明都被你撕毀了 香港有法律嗎 是沒有 是沒有 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香港現在沒有法律 的確確是沒有 別牽法 沒有法律 現在香港是 是啊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喂 你現在沒有法律 你如何 其實香港人是不是還是傻家家這樣 嘩我上班下班 香港可能照樣如常 大家千萬不要忽視這件事 我們現在要民間要壓力 要求中國共產黨守法啊 要求他負上責任啊 現在不是說我們破壞法治 我們出來是要給民間壓力 要他維護法治 要求習近平依法施政啊 要他依法施政啊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這件事啊 對不對 說我們破壞法治 法治現在存在感嗎 喂 香港的法治保護到香港人嗎 沒有啊 梁振英僭建 香港的法治有制裁他嗎 沒有啊 對不對 喂 諸港澳大條 高鐵全部都拖延了 這個所謂的法院 所謂的法治體系 有幫香港人爭取到公義嗎 沒有啊 那就不是法治了 沒有公義 何來法治呢 對不對 法治是什麼意思啊 善惡到頭終有報 好人有好報愛 壞人有壞報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喂 要壞人當權者 可以逍遙法外的 但是就要我們這些普羅大眾去守法 這是什麼道理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要中國去守法 要共產黨守法 尊重聯合聲明 尊重香港自治權 這個很重要 我們是自治啊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來的 我們的自治權從來不是什麼中央匯的 不要聽他們聯合 自治權是聯合聲明呼籲的 是法律給我們的 關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你呼籲 不要說 好像沒有了中國 香港經濟原彈 你沒有了中國 沒有香港自治 很浪費 對不對 如果他是不懂 你看到中國人的自治概念 那個法律概念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香港人可以升級的是什麼 我們要將行動升級 將本土抗爭 升級為國際抗爭 我們要抓住聯合聲明 以聯合聲明為前提 我們要求共產黨依法施政 保證香港自治權 現在英國現在討論 就是香港的聯合聲明的問題 討論就是中國現在違反了這個自治 這個很重要的時機 這個契機 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這個契機千萬不要放棄 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 這個時候 我們要抓住這個國際契機 有些人去 有些人去 有些人去撤 這個是極不負責任的說話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如果撤了 後果是什麼 第一 我們對以後的運動 不會再存有信心 這是其一 其二 其二 我們要知道 每一個知名的社運人士 或者他們經常露養的人 被人點傷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共產黨正在做的了 它下來就清算你了 這場運動完了 現在的佔領運動 還是大家的一個互生乎 但是試完了之後 完了 就是共產黨 這個忍蛇出動之後 清算的日子 所以現在說錢 喂不是叫我送死 對不對 香港人退無死所 這個四個字我一直記低 退無死所 退無死所 有些人說 不如移民吧 媽媽叫我移民吧 對於什麼 有些人說 香港你鬥不過共產黨 我曾經都想過 喂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是移民 但是我有一次去英國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導遊 一個網 它上面有很多國家的語言 英文 意大利文 法文 有國語 其中還有一個語言 叫做廣東話 叫做廣東話 我那時候我心裡很難受 我說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看到這樣的一望 你看到你出去國家旅遊 這麼多個語言 八個國家的語言 其中一個叫做廣東話 你心裡是否覺得很自好 那個歸屬 我現在在想 我現在是否要放棄這個香港呢 我是不是說愛望 之前我們說 香港人好像沒有吉士 愛望迫作 但今時今日不是 香港人原來是有希望的 這個行動就帶給一個 這麼大的鼠光給香港人 我們現在是有希望 直到這一刻起 都還是有希望的 如果香港沒有希望的話 英國為何還要派議員過來呢 對嗎 對嗎 為什麼共產黨這麼怕 國會議員過來呢 其實我已經預料了 國會議員 你想想來三天 來三天 你給國會議員過來 喝咖啡 然後和大陸人聊聊三天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怕 國會議員會跑來香港呢 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他心虛 他心虛 對嗎 他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 違反了聯合聲明 他知道 大哥 對嗎 喂 這個行動是直擊 這個共產黨的痛元 共產黨痛元 是聯合聲明 他很害怕這件事 你知道共產黨 在國內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 那些大陸人都知道 喂 這個國家亂來的 對嗎 哪有守法律的 對嗎 人大是非法組織來的 其實根據中國的法律 人大是非法組織來的 為什麼 第一 喂 你原來那些人大 很多人都不是中國人來的 全部移民的 喂 但是問題是 喂 你現在中國是不承認相處國籍的 那就是非法組織 那你幫什麼人來的 對嗎 好多有香港身份證 是啊 那他是不是怕香港殖民中國 當然是港人至中國 代表我們香港人 喂 喂 就是 第二 第二 我們知道人大 各級人大非法產生 這個時候 非法產生人大是非法組織來的 喂 幾年前 我都知道 今時今日做國家主席 那個叫習近平 大哥 對不對 如果中國真的有民主選舉 因為他的憲法寫明他有民主 如果你真的有民主選舉 有什麼理由出現這個叫做 黨 這個叫做 就是這個叫做 那些黨派之間的那個 就是政黨政治 有什麼理由不出現政黨政治呢 你有民主自然就有政黨了 你有什麼理由啊 全國人大 由人民去投票 全部都是共產黨來的 沒有一個不是共產黨 對不對 沒有一個不是共產黨 誰相信啊 誰相信啊 所以人大是非法組織 一個非法組織 一個黑社會組織 可以統治中國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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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大卓爾說一句說話 他說 這個呢 這個 如果中國 香港 交給中國呢 會出現再難 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 現在黑社會 是全世界最 喂 這個共產黨是全世界 最大的黑社會 大哥 最大的必法組織 你在香港 交給一個黑社會 不會出事之旗 大哥 他經常在這裡跟你說 什麼 生甘有法治 什麼什麼 喂 你有什麼 你沒資格跟我說法治 你自己都搞不定 你有什麼理由 跟我們說法治 一百五十年的法治基礎 你跟我說法治 你算老幾 對不對 你跟我們下了幾多年法治 所以說 所以說 現在就是說 香港人幾個不適用 幾個不可以獨當一面 我們還有聯合聲明可以保護我們 我們還有國際壓力 我們希望就是說 上到去 要求英國抓數 要求英國抓數 要求他履行聯合聲明簽署的責任 要求他履行責任 履行法律責任 我們根據法律而跑上去 我們是明正言順堂堂正正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非常之重要 有些人說 什麼勾結外國勢力 怕你說什麼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這個詞是負面的 不正當的勾黨 喂 我現在在做一個法律 給我們做的事情 為什麼不正當呢 我犯了哪一條法律呢 你跟我說 對不對 我想他要求你經過你行責任 犯了哪一條法律呢 但是你現在中國共產黨 阻止英國議員過來調查 因為你心虛 因為你知道自己死 而阻止別人調查 喂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 你不用怕被人查呢 就是查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害怕 阻止呢 因為不正當的 因為不正當的 不是香港人 因為紙也包不住房 紙不是 那很重要的就是 現在勾結外國勢力的是什麼呢 我這個很喜歡說 勾結外國勢力 喂 梁振英收澳洲幾千萬克 今天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真的覺得是 如果不是他的話 大家不會出來 如果不是他這麼放肆 如果不是他這麼瘋 發了瘋 去說一些說話 刺激香港人的神經 我都未必會這麼生氣 是不是 我說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呢 你經常說 我們香港人 是中國人 不可以接受西方價值的分討 但是你又送這個女兒去英國 接受人家西方價值的分討 對不對 你是不是很荒謬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習近平全家人 全部有些移民去澳洲 有些移民去加拿大 有些移民去英國 你知不知道那些全部是英聯邦國家 移民去英國 英聯邦國家 說中國人 這個堂堂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他全家人 都是效忠於英女王 移民去加拿大 第一個世事就是 我要忠於英女王 你可以想像一下 習近平的媽媽 習近平的老爸 全部效忠於英女王 對不對 誰勾結外國勢力 誰在做一些不正當的勾當 我們是堂堂正正 我們想到他 不是為了歸英 不是為了廣東 不是為了居英權 我們現在香港人 走過來 甚至有很多移民了加拿大的朋友 他都要過來參與我們這場抗爭 心肚不易 要參與這場抗爭 他不是說移民了走就算了 他對香港人不離不棄 這幫香港人 他現在不是要做一個 有錢就走 有錢就走的中國人 不是要做一個 效忠於英女王的中國人 而是我們要見到這個公權力 做一個在公權力面前 有尊嚴的香港人 尊嚴的非誠之 我們要堂堂正正 我們挺起要慢 心正督太易止邪 我們今時今日走到出來 我們是有尊嚴的 我們堂堂正正 是明正言順的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的 我這個Facebook 我們有Facebook page叫做 500人戰領經國領事館 可以like他 我叫馬俊朗 你可以add我Facebook 一會兒我們知道 英國現在收集證據 希望再長的香港人 再長的香港人 反而很大陣仗 我見這麼多人 有點害怕 一會兒我們上去 上面有一部Camp 在英國領事館 我們開了第四個佔領區 希望不要救五十人 到時候不要救五十人 希望上去英國領事館 我們一會兒 現在就上去 對著這部Camp 跟世界講 跟每一個人 你有心的 你跟世界講 你不怕出樣子 你可以這部Camp 我們打算扔上YouTube 去剪片的 剪靚它 告訴世界 香港怎樣 香港的自治 怎樣受到中國 受到共產黨去剝削 我們的日子 怎樣去變得日見尋暗 我們的民主的訴求 怎樣變得遙遙無期 大家會將你的憂慮 將你那種不滿 在那個camera面前 訴說出來 告訴全世界知道 告訴向這個全世界 去控訴共產黨的惡行 所以希望 其實我有點害怕 這麼多人 但是在場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去 我不用怕 對 不如說一點 趁人多 我想重複一次 英國領事館在哪裏 很近這裏 你去過香港公園去觀禮 有一條太古廣場 有一條電梯直上去香港公園 你不是去那裏看人結婚的 右手邊是香港公園 走完那條電梯 左手邊是英國領事館 方不方便 我希望你們放工之後 你不是放棄這個金鐘佔領區 來探一下我們 大佬 六七八點 好嗎 九點來聽大台 或者聽運動姐港台 無所謂 但是我真的希望 你們有些時間來探 大佬會逢六七點 有百幾二百人 來罵你英國領事館 都夠開心了吧 對不對 我給馬仔講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香港的文化已經被共產黨侵蝕了 香港的 你先休息一下 你要喝水 香港現在的文化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以前香港人 牙齒當金洗的 做些金譜 藥房 全部買堅飲的 但大陸的文化是專講大話的 有一個很著名的 在八九後 東歐的哲學家叫做哈維爾 他說我們要怎樣打贏共產黨 這些這麼腐敗的政權 就是講真話 我們將真理打贏謊言 我們有這樣的信念 就會贏的了 我們香港人的確 一向就是不喜歡講大話 我們講大話 好像聖經講話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我們講的那些嚇謊 都不是害死人的 是用來幫人的 譬如說 喂大哥 你有個秘密告訴我 人家問我知不知道那個秘密 我說不知道 我們最多是做這些事 但大陸講大話是怎樣 賣毒奶粉 毒死人 吃到你的神山石 吃完那些甚麼 三丑豉油 你明明 但現在這一套 講大話的文化 進入香港 整天 我那個 許Sir四點鐘 現在沒有甚麼 但突然間又大阿尼 大阿尼又失蹤 但許Sir 永遠都是說 講了這些謊 是用他們的最低暴力 你龍和道打到我們 扑街 最低暴力 就頂你的肺 你明不明 這是謊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為了說真話 肯堅持 要阻止六八九這個謊話政權 繼續存在 你沒有個心堅持 香港還原 不管怎樣去繼續下去 我真是不知道 有些人說要還湯 我都不敢有個立場 但 你知不知道 我們有個朋友 他在旺角 無端端在西洋菜街 救護 根本都沒有說話 喔 黑警就一混咬他了 咬完就卡了他 就告他襲警 就是警察打人之前 打完人之後 他就告你襲警 你沒有打他的 都不是都告你襲警了 那我想問 別人還拖 是不是真的錯了呢 那所以有時候 我這樣說 我就是給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我們不要第一時間 這麼結束先 那大家思想上 給多些空間好不好 因為有些人 是不是都被人告襲警了 人家可能 真的還你一兩拖 盡量保護自己 有可能的喔 是不是都告個襲警了 一拉到就 那所以我希望 大家 我可能現在開始有分歧了 但是我希望 我們有個深堅持 我們不要隨便 跟一些主流傳媒 那些人去罵 那些行動者 我們會儘管停變的嘛 有你沒有你罵了 才說人家是鬼 人家衝立法會 撞立法玻璃 就是鬼 跟著罵完人家是鬼了 罵完人家是不對了 跟著自己 就叫人家衝龍禍道 為什麼會自相矛盾到這樣呢 你明白嗎 我只是說 我真的 奉 說真話 國道說這些 我希望大家 現在我們堅持這個運動 其中 他佔領英國領事館 就是一個方向 我就說真話而已 真話就是 英國佬簽了聯合聲明 他欠了我而已 那如果我們不堅持 我們不把真話說出來 香港就變成一個廣大話的時代 跟著 六八九二三年 他就會建七條鐵路 每條鐵路都超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許氏油 做年半 新世界給了一千五萬 他坐正 做多三年 你不知道賺了多少錢 我對這個政權是絕對不信任的 你不要以為不可以發生 每一些政府工程裏面 越來越貴 在這個焚化路都說幾十億 你我只要說一句 大家不保住這個香港 香港就會沒有了 所以大家 無論怎樣都好 你要有個心堅持 人家去叫降退場機制 人家用咪咪要面我聲 什麼都好 大家要真的有膽 有勇氣 不要見到一些出名的人 或是自首 你以為就玩完 無論什麼方法 無論咪咪也好 或者上英國領事館也好 都有方法的 我們香港人很聰明的 包不到金鐘 還有很多方法 大家留意網上想票的人 多快啊 旺角被人清場 星期三清場 晚上馬上咪咪了 是不是 星期三四四 是不是我們是很聰明的 但大陸人就不是這樣 大陸人就是 用最粗暴的方法 去處理香港 還有你要明白 現在香港政治局勢 很奇怪的 六八九是失控的 怎麼說是失控呢 如果我是大陸政權 怎麼會想你在上個星期 你打到旺角一地血啊 大佬你想想 馬英九不是輸到仆街啊 如果我控制 我是習近平 控制了六八九 就叫他守守 今個星期才清場 但六八九就是我行我送 根本就是一個獨裁者 也很直接地說 六八九證明了香港 是一個很特別的體制 是可以不理大陸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薄熙來 他上了北京開會 就突然間就 就說宣佈他不是重慶市長 那就被人 不是重慶的省委書記 常委的市委書記 就立即下台沒有了 所有的這些職格市市長 在大陸隨時可以解僱的 但現在六八九呢 是因為有基本法 寫了他有五年任期 共產黨想不到辦法去解僱他 所以六八九就判死了 反正你都用不到我了 我可以亂來 這個人是連習近平 未來三年都可能很大機會 他是控制不了 所以你很難預計發生什麼事 所以大家有決心 堅持 我們要阻止六八九這個瘋子 在未來三年 破壞我們香港的所有政 所有的文化 法治 或者是將我們香港變成一個警察 法西斯的社會 我們要將它阻止這個負難 如果大家 沒有了這個決心 你要是想方法 賺錢移民 如果你沒有錢 你就硬吃的了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 我不想大家硬吃 或者有些人想不開 他可能就開始用一些暴力的方法抗爭 我不想會走到那一步 但如果 如果 如果長年三年 未來三年六百九 繼續縱容警察 亂來的 我們看到警察就縮的 警察可以到處 隨時鬧鬧鬧的 你明不明白 我不排除有人這樣做 我不是說我 我不會計算這些 我不會的 我不好彩 我好彩一點 我剛剛娶了老婆為加拿大人 即我都可以閃 但是 我認為我四十幾歲 香港我在這兒出生 最後一刻 我要站出來 我千三元買個喇叭 不會夠他們幾百萬買喇叭 不厲害 我千三元買個喇叭 然後分給大家一起用 他們就大財大勢 壟斷聲音 但是我們小本 爭吵吵吵吵吵 都是真的情願 撲出來 馬俊朗二十一歲 我大約一倍年多 但是我是一個中產 那我只夠四三元買支喇叭 我希望大家要有勇氣 夠膽 真的要堅持 如果不堅持 就是沒有 不要聽自首 不要說退場機制 絕食我都覺得是無聊 因為那個是變態的六百萬